男人为什么会出轨,这个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,随着时代的发展,越来越多的男性容易脱轨。 男人为什么会出轨,但是他们出轨的原因是什么呢? 别担心,这是告诉你答案的原因。 一、性生活不和谐,孟子说,吃的颜色也是,所谓的性也意味着性和吃饭一样重要。 中国有句古话,人是铁的,饭是刚的,炖菜没有饥饿的口慌。 如果夫妻的长期性生活不和谐,那么婚姻生活就不完美和幸福。 有时候男人自以为是,喜欢把责任推给女人,怪老婆不知道怎么除旧除新,也怪老婆不做好女人的责任,错在女人身上。 当然,这是大男子主义,男人和女人都要为不和谐的性生活负责。 男人不仅能解决问题并享受他们,而且不能发现自己的兴趣和快乐。 二、工作压力太大,现代社会孕育了许多现代病。 工作压力大,生活节奏紧张,男人很容易把工作情绪带回家。 结果,当他睡觉的时候,他还在考虑他的工作。 当然,他不能振作起来,更别说睡得好了。 大多数现代女性不再是家庭主妇,因为她们有自己的事业,自尊和自信也被工作推向了极端。 她们经常努力工作,到家后也会累。 此时,男女最容易发生冲突,情绪会比平时更暴躁。 性有时是一种很好的环节压力的方法,但很多女性没有很好的利用它。 三、只是因为太孤独了,大多数离婚夫妇之所以分居,是因为他们没有正常的性生活。 是因为工作,为了挣钱,为了养家糊口,男人再也不难遇到困难,不管自己。 和女人在这个时候,不幻想男人相遇一样好吗? 因为身为玉士是不切实际的,男人往往是父亲到外地旅游,当然不利于工作,也不利于团结。 男人们在外面辛勤工作,所以吃饭、喝酒和娱乐是合理的。 如果一个人像羽一样,最好直接阉割它。 男人在家不容易,女人应该理解。 四、缺乏理解和关怀。 大多数男人因为他们的社会角色,有时更不愿意表达他们的痛苦和压力,但往往埋在他们的心里。 此时,男人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关心。 女人也有自己的家庭,家里有很多东西。 监督是不可避免的。 然而,日常生活中琐碎的事情太多,往往被忽视。 每天,对方的电脑、电视和电话时生活完全单调华丽。 事实上,享受高品质的生活是可以的,但最好不要成为高品质生活的奴隶。 建议这对夫妇经常关机,过着插件式的生活。 出去玩,回到爱的时代。 5.妻子太能干了,现代社会进步的原因是给妇女更多的机会。 妇女越来越有能力,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代表,出现了坚强的妇女,打乱了运了中国是女地主内外的男性传统。 成为大女人和小男人的结果,能干的女人让男人成为配事。 所以男人必须在其他女人身上,找到男人才能成为男人,人的感觉。 因此,作为坚强的女人,如果她们真的不想让自己的男人出轨,最好把坚强的女人放在外面。 或者坐在家里的小女人,大厅里,厨房里的女人真的能留住男人的心,男人的自信需要培养,自尊也需要尊重。 6.家庭经济纠纷,一般来说,男人赚的钱大部分是由女人控制的。 那女人心里想,她赚的钱是用来照顾家人的。 当然,如果她有家庭经济实力,她就能抓住男人的生命线。 如果她没有钱,她会看到你怎么能出去玩儿。 男人也必须为自己的权利而战,为自己的私人住战留下一些钱,但最好藏一点。 但被抓住并不好,这个问题很烦人。 有钱的事故太多了,但是如果没有钱,就会有更大的事故发生。 够让人沮丧的了。 女人看钱没关系,但她必须注意尺寸。 如果她抓不住,钱就会留着,但男人的心会越跑越远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欢迎订阅留言转发。